大家好,大家現在收看的是六道世界AI陸帝編寫的節目 熱點深度,內容來源於全球各大媒體 六道世界是新一代社交媒體 首先關注 中國將全面改革金融體系,賦予習近平更多控制權,彭博社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正在將金融系統的決策進一步至於他的控制之下 當局正在考慮恢復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以允許執政的共產黨對金融政策進行更多控制 習近平的辦公室主任丁薛祥將成為該實體的負責人 在下個月的政府改組中,何立峰預計將取代劉鶴成為中國負責經濟政策的副總理 何立峰還被考慮擔任中國人民銀行的黨委書記職務 這一任命和對中國金融監管制度的潛在改革將市關鍵經濟政策的決策權掌握在更少的人手中 並在習近平的領導下進行集中管理 中國人民銀行在金融監管方面的作用也將得到提升 自2012年以來,習近平一直在鞏固其權力,並在去年10月的黨代會上獲得了第三個任期的權力 來自Gafco Dragonomics 的 Christopher Bader認為,與習近平有密切個人關係的何立峰可能會取代 郭樹稱成為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下個月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任命還沒有最後確定。 任命何立峰為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將是1990年代以來第一次負責經濟政策的副總理同時在銀行擔任高級職務。 朱鎔基是上一位同時擔任中國人民銀行高級職務的副總理,他以強硬和高效的改革風格而聞名。 朱鎔基在1993年至1995年期間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能夠解決該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 如果何立峰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這將被視為習近平獲得了對中央銀行的直接監督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下個月將確認各部位的任命,包括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朱鎔基在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期間,能夠成功解決該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顯示了他的有效性。 中央財政工作委員會成立於1998年,旨在確保各級官員遵循黨的指導方針和政策。 溫家寶擔任了該委員會的第一任主任。 作為政府重組的一部分,該委員會於2003年被解散。 在這次重組中,中國的銀行業監管機構也得已成立。 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是中國政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的解散是中國金融系統重組的一個重要步驟。 資深銀行家朱學生被考慮為下一任央行行長,以取代易綱,以綱在去年的執政黨大會上被從高級官員名單中剔除。 華爾街日報,首先報導了朱學生的可能任命以及金融工作委員會的恢復。 當彭博新聞社聯繫中國人民銀行時,該行拒絕發表評論。 近年來,中國人民銀行的黨委書記和行長角色已經被分割。 中國人民銀行現任黨委書記郭樹清預計將退休,他的角色重點是金融風險時務。 二綱一直負責貨幣政策的實施。 經濟學家表示,中國人民銀行的變化可能並不意味著貨幣政策的重大轉變,儘管央行的做法可能略顯鷹牌。 何立峰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地方政府工作,並主張進行基礎設施建設。 Gapful的Better稱,這意味著,他可能不會像國樹清或留學那樣對債務的危險保持同等程度的警惕。 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 PLC,大中華區和北亞區首席經濟學家丁爽說,貨幣政策,可能會繼續沿用已經確定的改革方向,不會有全新的思維或任何巨大的變化。 令到中國國家計劃機構的何立峰是習近平的親信,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就相互認識。 朱學生的大部分職業生涯是在中國的國有銀行系統度過的,預計他將取代以綱成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何立峰有望接替劉鶴,劉鶴曾在前總統唐立德,特朗普執政期間帶領中國的談判團隊與美國進行激烈的貿易談判。 何立峰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但不以理論家著稱,他的整個職業生涯幾乎都是在做政府官員。 在朱學生的領導下,中信在拯救陷入困境的壞帳管理公司中國華融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朱學生和何立峰在中國人民銀行的任命將與央行最高級別的兩位官員的學術和國際之力不同。 《華爾街日報》報導說,過去十年來中國的最高經濟官員劉鶴將從目前的職位上退下來,但預計將繼續在美中關係中發揮作用。 中美兩國在2020年初達成的貿易協議是劉鶴在激烈的貿易談判中努力的結果。 何立峰和朱學生在中國人民銀行的任命與央行最高兩位官員的學術和國際之力不同。 大家正在收看的是《六道世界的熱點深度》節目,陸帝繼續為你播報。 和平使者演給誰刊? 中國正試圖爭取歐洲,《金融時報》。 北京的最高外交官王毅本周訪問了莫斯科,讚揚了中國和俄羅斯之間成熟和穩定的關係。 王毅的訪問預計將以中國發布的烏克蘭和平建議結束。 他對俄羅斯的熱情懷與在西方引起了憂慮,因為中國聲稱對烏克蘭戰爭持中立態度。 該和平計劃是中國平行期與俄羅斯和西方關係的一次嘗試。 中國希望防止俄羅斯遭受災難性的失敗,同時改善與歐洲的關係,恢復外國投資和貿易。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授李明剛指出,烏克蘭戰爭是中國被置於首勢的一個主要原因。 中國希望做些什麼來應對這種情況,並改善與歐洲的關係。 北京因其對烏克蘭的立場而面臨來自美國和歐盟的大量批評。 習近平主席尚未及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打電話,也沒有譴責入侵行為。 中國增加了與俄羅斯的貿易,一月份的進口壓達到了創紀錄的水平。 美國駐歐盟大使Mark Gittenstein注意到歐盟對中國的看法發生了轉變。 美國國務卿安東利·布林肯警告說,中國可能正在向俄羅斯提供致命的援助。 王毅一直在推動歐盟的支持,並與德國總理Olaf Scholz,法國總統Emmanuel Macron和烏克蘭外交部長Dmitry Kober等領導人會面。 由於華盛頓擊落了一個疑似間諜氣球,美中關係已經惡化。 西方世界對北京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立場越來越遲懷疑態度。 中國對美國的警告做出了回應,指責他們用自己的武器運輸來助長危機。 王毅在西方的魅力攻勢並不成功,Alisha Kearns說,沒有人被他說服。 儘管如此,有跡象表明,歐洲私營部門對中國市場的興趣正在恢復。 北京的和平外交可能是為了幫助俄羅斯找到擺脫衝突的方法,同時避免普京政權的災難。 外交部表示,和平建議張重新習近平的呼籲,即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認真對待所有國家的合法安全關切,維護聯合國憲章,避免核戰爭。 阿力山大·加布耶夫認為,相對於可行的解決方案,和平計劃將更像是一個框架。 中國意識到普京對戰爭的執著和烏克蘭繼續戰鬥的意願。西方對烏克蘭的支持依然強勁。 和平計劃將是一個原則框架,而不是可行的解決方案。 總部設在北京的中國與全球化中心主席王輝要建議,談判可以涉及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加上歐盟和烏克蘭。 烏克蘭正在等待看該計劃的實際文本,因為大多數分析皆預計它幾乎不涉及具體內容。 停火可能是談判的一部分,但烏克蘭及其西方夥伴可能會要求俄羅斯首先從備佔領土撤出。 南洋理工大學的李明剛建議中國增加與烏克蘭的接觸,即使只是一個電話,作為改善與歐洲關係的一個有意義的方式。 大家正在收看的是六道世界的,熱點深度,節目,六地繼續為你播報。 中國在預算壓力下努力進行財政整頓,日經亞洲鏡材新。 新冠疫情給中國的地方政府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導致財政收入增長滑波,支出激增。 財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一般公共預算的收入緊增長0.6%,而支出增長6.1%。 這些壓力突顯了全面改革財政,預算和稅收制度的必要性,以使地方政府的財政處於可持續的基礎上。 至2014年6月政治局批准深化財政和稅收制度改革的計劃以來,改革已經取得了進展,然而大流行病和房地產市場的低迷強調了需要做得更多更快。 財政部長劉坤說,2022年的財政預算管理變得越來越困難,並呼籲今年更好地利用財政資源,強調可持續性。 習近平主席在2022年10月向第20屆全國代表大會提交的報告中承諾,要完善現代預算制度,優化稅收結構,以改善收入分配,減少不平等。 他還發誓要加強稅收,社會保障和轉移支付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並改進個人所得稅制度。 決策者們正面臨著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如效率低下,預算協調不力,支出重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收入和支出義務不平衡,以及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帶來的財政風險。 財政部長在10月份習近平報告的官方學習指南中的一篇文章中概述了關鍵痛點和補救措施。 經濟增長放緩,稅收改革,與新冠相關的減稅和補貼以及分稅制都導致地方政府的稅收減少,使其嚴重依賴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 TSS包括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這些稅種分佈不均,可能無法預測。 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央和地方政府分享的總體稅收收入比例相對較高。 劉坤為這一制度辯護,說他對於幫助解決不同地區之間不平衡的經濟發展是必要的,儘管他承認這一或份需要改進。 劉坤呼籲從直接稅中獲得更多收入,特別是所得稅和財產稅,包括有爭議的、不受歡迎的房地產稅。 他建議改進地方稅收制度,培育新的稅收來源,以確保更多的收入。 國務院在2020年提出了加強債務透明度和風險管理的措施,如制定地方預算和借款的披露規則,引入債務風險跟蹤系統,以及改進中央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制度。 省級政府被允許發行債券以資助業務,並且支出要接受額外的審查。 所有的政府資金都將投入到四個預算池中,並從這些預算池中支出,法律要求這些預算池必須公開。 中國的財政體系由四個預算組成,一般公共預算,政府管理的基金,國有資本運營和社會保險基金。 一般公共預算通常佔總收入和支出的一半以上,其收入主要來自稅收和非稅收收入,而其支出主要用於國家和地方政府職能。 政府管理的資金主要來自於向房地產開發商出售土地使用權,用於公共工程項目。 國有資本運營的資金來自國有企業的利潤,並用於向國有企業注資。 最後,社會保險基金的資金主要來自於對國營社會保險制度的繳款,並用於支付向該制度繳款的個人。 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券銷售的收益,包括特殊用途的債券,與四個預算分開記錄。 劉坤的文章提出了一系列加強預算管理和效率的建議,以滿足政府的優先事項。 他呼籲加強四個預算之間的協調,由財政部和地方財政部門單獨管理。 他還敦促全面落實國務院2015年的決定,取消支出應取決於收入的原則,並增加中央政府對社會保險基金的管理。 劉坤建議,應合理確定國有資本收入上繳國家的比例。 他還強調了地方政府潛在的新收入來源,如振興或卸在限制資產。 財政部在10月發出通知,對低下和限制的資產進行清查,編制一份代活化的資產清單,並制定活化計劃。 劉坤呼籲將國有資源和資產的收入完全立入財政管理體系。 這將有助於應對稅收收入的下滑,並確保預算管理系統更加高效和有效。 許多地方政府已轉向非稅收來源,如處置國有資產,以加強其財政資源。 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已經成為財政體系中一個越來越重要的部分。 中央政府一直在增加對財政困難的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 國務院在6月發布的文件要求對下級政府的財政系統進行全面改革。 轉移制度不太可能有根本性的改變,重點是改善收入分配,逐步減少或停止一些轉移支付。 地方政府的債務,包括帳面上的和隱性的,都應該受到統一的管理和監督。 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沒有官方數字,但一些分析家認為高達50萬億元。 重新推動清理障礙負債。 一些地方政府已經啟動了消除隱性債務的視點項目,廣東在2022年1月前實現了零隱性債務。 以上是今天六道世界,熱點深度,節目,六道世界是新一代社交媒體, 倡導自由,責任,價值,是AI應用的全球媒體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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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